史前时代 人们通常将竹子或木料 削切打磨成光滑赤手的棍状 用作钻杆 钻杆下方加装实质钻头 配合绳子的来回抽拉 就成了可以持续钻洞的工具 除了钻头钻杆 考古队员还发现了另一种配套工具 钻杆帽 这看似简单的钻孔工具 必定经历过黄山鲜民的反复验证 那么在当时钻杆帽是如何使用的呢 钻杆帽我们也发现了几件 这是一个小的钻杆帽 这个配套的话像他们和它可以配套 如果看到这个大的 像这个大的器件像它可以和它配套 就是在这个祭祀坑里面 我们发现了一个拉环 这个非常的脆弱 初初的时候已经烂成了 一二三 三四五六 烂成了六块 现在粘着 我们说战战兢兢的 它就是这个是个路角 路角把中间掏成孔 然后手捏着 就是这有个孔 这个绳子从这里面穿过来 把绳子从这里面穿过来 然后就是这样 用手来回搓动钻杆 完成钻头的钻洞 这只是初级工艺 为了减少体力消耗 黄山鲜民在钻杆上缠上线 将线固定在类似于短弓的工具上 通过拉动短弓 钻头可以保持持续性的转动 钻头 钻杆帽 以及破碎的骨环 或许就是为了完成这种巧思 真相正在通过考古 一点点揭开面纱 虽然黄山鲜民创造的原始工具 充分满足了治愈钻孔的需要 但操作时会带来一个严重的困扰 那就是发热 摩擦生热是最简单的物理常识 在浴气制作过程中 高速摩擦会带来很高热量 在现代致命工艺中 为抑制热量的发生 人们会通过节流阀控制水量 将水匀速地滴在浴量上 达到降温的效果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处于史前史期的黄山鲜民 在治愈时同样选择了水 不过他们盛放水的容器 却不相同 这个陶器叫做带流盆 什么叫流啊 就是从这个地方要流水 带着流的一个盆 专家判断 处在史前史期的黄山鲜民 已经掌握了以水散热的特性 而这件名叫带流盆的陶器 或许就是当时治愈时 一件重要的滴水器具 带流 就是可以流水的盆 就是盆状 你看这个盆 这个流还比较宽大 弧形 这个口脸口 黑桃 黑桃还比较精致 在它的两边 有两个机关形的横斑 就是手搬住这个 端起来倒搬的 黑色的 你看这个胡腹 它的底是小平底 小平底 出水出沙都是 它就往中间这个地方 往这地方 一般都出来 我都往这地方 如果它那个 看得很大 它可以倒水 它倒别的时候 为什么都不设计 一个小三角的话 小三角的冲刷力有点大 就让它慢慢的 这个水和沙的混合物 让它慢慢地 原本土通的陶罐 加上流口与把手 就成了方便操控的 低水器具 黄山鲜明的巧思 可见一斑 小平底的冲刷力有点灑